你又要买这么多东西 你也败家女子 说 又花了多少钱 三万多 三万多 很轻描大姐呢 我当牛做马辛苦几个月挣的钱 被你一下整没了 被你一下整没了 知道吗 我倒看看 你都买了这些什么东西 晰晰 这不刚买的 我倒看看 我倒看看你的鞋就了 这是给你买的 余容忠 这不还有吗 又买 这也是给你买的 冬天了 我怕你没衣服穿 冷 光明 这个也是给我买的 对吧 这是给你妈买的 冬天她皮肤老是特别干 我就想 这个你都想到了啊 那这个啊 这是给你爸买的保暖衣 还有这个 给他买的手套 那个是洗洁精 那个是洗衣 这个是卫生纸 这个是电饭宝 我其实就想着 购路节的时候 把一家人所需要的东西 都给买齐了 省点钱 对了 老公 我不是一直想要一个登山包吗 这个给你买的 老公 对不起 我只知道妈你 从来没有想过卫生家里 总有用不完的卫生纸 跟洗洗衣液 为什么 我总有新衣服穿 因为有你 谢谢老婆 老公 谢谢你理解我 对了老婆 这些东西都是买给我们的 那你自己 啥都没买吗 我也给自己 买了一个小包包 不是吧 三万多的东西啊 都是给我们买的 还给我买那么大一个包包 你就给自己买个那么小的 一个小包包 嗯 别怕 明天我带你到上去 咱们好好的买几个大包包 不用了 我有这个小包包就够了 老婆 你这个是太贤惠了 要不这些 这些块给你拆 然后我去做饭 带好帮我叫你 好不好 好啊 老公你真好 那我上次了 好嘞 老婆 行吧 哎呀 叙叙叙叙叙叙 短 沉翔六点半